太平轮神秘之处就是除了上面再有政商名流 包括国民党政要甚至呢还有计划潜伏到台湾的共产党戒谍之外 最引人撒想的就是传说船上有无数的稀释珍宝 1949年的小年夜 豪华客轮太平轮撞上再满煤矿的建源轮 太平轮沉默被称为中国的铁达尼事件 上头债的人有国民党要员共产党间谍跟政商名流 而上头债的东西更犀利 有大批的中央银行档案外国的债券和公债 北京古董商常子春的西市珍宝 另外传说上头还债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黄金 就说是债了很多的黄金 为了这一艘黄金船也好 为了历史研究也罢 这六十几年来中国政府启动了三次打捞计划 一直来我们中国的考古 也去那种对神秘感的一种一种一种 不断的去进化这去解释 太平轮三次的打捞计划 第一次是在传难刚发生的50年代末期 第二次是在80年代末期 最近的一次是2010年的7月被一文发动的水下考古 声纳上面图像上显示它的长度是80宽度是20 跟当初记载的太平轮设计长度也没差多少 我们估计可能会是太平轮的遗憾 其实中国官方的三次蔡平轮打捞 只在着手计划跟声纳探勘的阶段 并没有真正的水底探勘 因为舟山群岛的海域水流湍急能见度低 你在水底你很有可能在水底被漂走 再一个是这个地方更为致命的是 它的能见度问题 应该说在这个深度底下能见度基本上为零 也就是你下去凭着落眼什么也看不到 类似的条件在我们看来是 不具备下水的条件 不具备下水的条件 所以我们是不会下的 专家不贸然下水 但私人倒捞队的倒捞事件评传 可能都为了那船上12吨的金条 但太平轮上到底有没有黄金宝藏 还是一个谜 第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